在講一百五十五月之前呢 先複習一下上禮拜的結論 我們都會是一直一直往前走 如果你前面的沒有跟上 要去看前面的影片 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就是說 如果N1等於N2 這個情況下 它的彈性碰撞 會造成速度互換 這樣就會變成 V1π會等於V2 V2π會等於V1 這樣子 這叫速度互換 它學物理重要的是 它怎麼來 而不是說你就把結論背下來 結論背下來當然是你應用會快 但是你在什麼情況可以用 它會有它的條件 那那個條件才是真的重要的東西 各位可以聽得到嗎 那我們看175頁範例 155 它是有三個東西吧 它是有三個東西吧 這個柄它是2m 然後乙的質量m 甲的質量m 那一開始乙不動 柄不動 而甲 把它們過去 甲一開始的速度叫做V 這樣子 然後去問說 他們撞完以後 全部的碰撞 撞完以後的結果 那我先 各位可以先自己想像一下 它會怎麼碰撞 首先 它是彈性碰撞 題目說 做彈性碰撞 他說這三者 都是做彈性碰撞 那我們剛剛說 彈性碰撞如果兩個物體的質量一樣 那撞完就會速度互換 所以甲撞以後 甲變成不動 然後乙會用這個速度往柄撞過去 但是乙去撞丙 它是輕撞重 那輕撞重 重的一開始不動 起初不動 重的起初不動 然後輕的撞不來 那我們曾經有說 它撞完以後 輕的會反彈 所以乙去撞丙 它比較輕 它比丙還輕 那撞完以後乙會反彈 反彈以後它又會去再撞甲 因為甲撞完以後 它已經不動了 所以它其實有好幾次的碰撞 它其實有好幾次的碰撞 那這個你要自己去感受一下 不能說只是我這樣講 然後請各位自己感受一下 第一步是甲和乙之間的事情 甲和乙一開始就是 我們就把它編號成 一是甲二是乙 那一開始 甲的速度就是v 然後乙的速度就是0 然後速度互換 因為它是質量一樣 因為它是質量一樣 所以速度互換 所以v1π就會等於0 v1π等於v2就等於0 然後v2π就等於v1 就等於v 所以撞完以後它會變這樣子 撞完以後 它會變成是甲不動 然後乙用一個v的速度遠離它 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這個去撞丙 所以第二步 是乙去撞丙 那乙去撞丙的話 我們就把乙當作1號 丙當作2號 那這時候1號的速度呢 是v 1號的速度是v 然後2號1開始2號也不動 丙 這時候2號是丙 所以v2也是0 可是這時候不是兩者質量相等 這時候它的質量是m 它的質量是2m 那就要帶公式 帶彈性碰撞公式 v1π等於 n1加n2 n1-n2 v1 再去加上 再去加上 n1加n2 2n2 v2 再去加上 n1加n2 再去加上 n1加n2 2m的質量 然後1號的質量 減去2號的質量 存上1號的速度v 後面呢 後面就是0 因為v2是0 所以這裡算起來就是 這個會出現負1 所以它會反彈 沒錯 所以它是負的3分之1 這個是以去撞完餅之後 那餅被撞了以後呢 餅被撞以後 它的公式是 n1加n2 分之n2-n1 然後v2 然後v2 可是這個v2這邊 已經是0了 一開始0是不動 所以v2這邊是0 前面這整項不用看 只是要後面 後面是 n1加n2 2n1 v1 這個部分就會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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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是2m n1是m 然後底下一樣 跟剛剛一樣是3m 所以結果是 3分之2v 等於3分之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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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餅被撞完以後的情況 它會長這樣子 撞完以後是 0是3分之2v 然後 1呢 是-1分之1v 所以它是 它是負 它跟原來的 v1 方向相反 所以變成是負的 3分之1v 變這樣子 然後 乙再去撞甲 乙再去撞甲 這個甲撞完乙之後不動了 然後現在乙去撞完餅 然後乙又反 乙又反 乙又反回去 去撞甲 所以還有第三步 第三步 第三步 好那第三步呢 就乙再去撞甲 那乙再去撞甲 跟甲撞乙是一樣啊 它還是兩者質量相等啊 然後速度互換 所以 這時候你再把乙當作1號 甲當作2號 那1號的速度 這時候是-1分之1v 2號的速度 2號的速度現在是0 那又是因為兩者質量相等 好所以呢 V2Pi V2Pi就得V1 然後V1Pi就等於0 終於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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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甲的速度 那丙呢 是這一個 這個就是丙最後的速度 好那我們就看看 哪些選項是對的 第一個 甲不動 甲最後是往左 所以A是錯的 B選項 已不動 已不動 對 然後你看 豬 豬他說乙是等速度 那 跟B就矛盾了 因為他不會同時禁止 不動 又等速度 所以一定有一個錯 C選項 甲是等速度的1分之1向左 對 甲是等速度的1分之1v 負號 向左 那1選項呢 甲是3分之2v的速度向右 對 所以答案就是 A B C E 會不會很難 其實就只是帶公式而已啊 帶這個公式 帶這個公式 如果 如果你 會覺得很難 請你回應一下訊息說會 那如果 不會覺得很難 覺得還好 你就會可以寫還好 那我知道有沒有人在聽 好 如果說你 還跟不太上的話 之後 有錄影才可以看 那我要把黑板 讓各位 如果你要寫的話 再30秒 其實你也可以截圖對不對 螢幕截圖 然後你再慢慢寫 所以我就直接插了 去看 你也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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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話 你也要去看 那你會有點緊張 我不會想要去看 你會想要去看 我會想要去看 你很難看 你會想要去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叫做非彈性碰撞 因為我們都一直把彈性碰撞去推理出一些公式 各位還記不記得彈性碰撞它必須要遵守什麼條件 我們之前說兩個球 彈性球 黏土球 然後掉下去那時候問各位說哪顆球是彈性碰撞 哪顆球跟桌子還是椅子是彈性碰撞 然後結果兩個都不是啦 兩個都不是 都是非彈性 因為為什麼 各位還記不記得 為什麼那個黏土球撞椅子跟彈力球撞椅子 那兩個都是非彈性碰撞 那什麼時候才是彈性碰撞 請回答有加分的 什麼時候才是彈性碰撞 遵守什麼條件的時候才可以叫彈性碰撞 那個只是結果彈回原來的地方那只是 如果這樣子掉下來的結果 但是像我們水平方向的彈 水平方向的彈不會彈回原來的地方吧 像剛剛速度互換 那你這個不會回到原來的地方 速度相加相等 我沒有講過這個 速度相加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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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怎麼樣才可以叫做彈性碰撞 有些同學有提到了 就是 就是動能前後要一樣 我比較喜歡說動能在碰撞前後一樣 那我比較不會說是手痕 因為動能它其實在過程中會變成彈性碰撞 就像我們上一個範例 範例四 兩台車子彈性碰撞 但是中間有一個彈簧 那在它擠壓那個彈簧的過程中 其實動能是減少 動能變成了彈簧裡的彈性未能 但是因為彈性它是保守力 彈力幼兒園或彈力托兒所 它願意把動能還給你 所以你動能壓進去那個彈簧 但是最後它會全部還回來 所以你碰撞前碰撞後 動能會是一樣 這樣叫做彈性碰撞 那在壓下去的時候 動能其實會變少 會有一些變成去彈性未能 就有點像之前舉的例子就是 早上要上班 所以要先把動能送去托兒所或幼兒園 那這時候動能就變少了 可是晚上下班就可以把它接出來 那隨意反過來說 請問各位 我分斷一下 我沒有回答就沒有加到分了 只要你有回應 不管是對還是錯 我都會給你登記 好第二題 那請問 什麼情況下 是屬於非彈性碰撞 其實就是你剛剛說的 換句話說 你如果正著說 是彈性碰撞 那反著說 就是非彈性碰撞 什麼樣的情況會是非彈性碰撞 是什麼能量有損失 是什麼能量 對 對 非常好 是動能 前後的動能不一樣 這樣叫做非彈性碰撞 那我們這裡要介紹的是一個特例 叫做完全的非彈性碰撞 只要這個動能小朋友 它少了一點點 那都屬於非彈性碰撞 那 極端的情況 最極端的情況就是 它完全不見了 就是它沒有 沒有留下任何的動能 這樣說也有點怪怪的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就是說它還是會有動能 但是已經是到了極限了 它不能再少了 在這種情況下 叫完全的非彈性碰撞 因為碰撞它一定要是 動量守恒 所以它不會說撞完就停下來 你撞完以後 它還是會往前動 因為本來就有往前的動量 撞完以後還是要繼續往前 除非你還有撞到別的東西 如果兩個東西一開始這個甲再撞椅 撞椅之後它不會就停下來 除非底下有卡住 可是底下有卡住 代表還有第三個物體去跟它們作用 那如果只有假和乙的話 撞下去 只有假和乙撞下去的話 一定會是繼續往前 所以最極端的情況就是它撞下去根本沒有彈開 然後繼續往前 所以最極端的情況就叫做 兩者碰撞之後是合體的 合體的 那就沒有再分開了 謝謝 兩個物體碰撞完之後 它原本要彈開的 原本彈開 如果完全彈開 那就是彈性碰撞 損失一點點 但還是有彈開 就已經是非彈性了 那如果完全損失 動能壓下去 本來要變成彈性未能 但是卻變成了熱能 可能就是我原本想要把動能小朋友 送去彈利托兒所 但是送錯了 送去摩擦利托兒所 然後就送進去之後 它就沒有回來了 所以它就少掉了 少掉一些動能 可是它還是會繼續一起往前 它只是 然後就沒有彈回來 但是它還是一起往前 這就是剛剛說的 其實還是會有一點點動 可是 已經是極限了 它不會再少了 這個一騎向前 代表的話 就是兩個物體的速度會一樣 這樣的話就會變成是 一號物體 二號物體 最後碰完以後變成 它就黏在一起 然後一起用一個速度前進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用動量守恆來寫 因為這整個系統 這整個系統還是動量守恆的 這整個系統沒有受到外力 所以A對B或是1對2、2對1的力量 對這整個系統而言是合力為0 所以還是動量守恆 所以碰撞前 它是N1、B1、加N2、B2 碰撞後 就會是合為一體 N1、加N2、然後乘上一樣的速度V 這麼一來就可以把最後的速度V寫成 N1、加N2、分支N1、B1、加N2、V2 就是把它除過來 它除過來以後你就會發現 這其實就是直心速度 這其實就是直心速度 這也蠻可以想像的 因為這整個系統合力為0 那直心等速度運動 直心等速度運動 到這邊的時候直心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是那個速度 直心速度一直都是一樣的 可是這時候兩個物體速度又要一樣 那整個物體速度都一樣 然後直心速度又是等速運動 那這個情況下 上面的每一個點 速度都是直心速度 所以這其實就是直心速度 所以完全的非彈性碰撞 它不是說撞完之後馬上就停下來 動能全部不見 它不是 它其實是 一開始這兩個物體 就有一個直心速度 然後撞完以後 剩下直心速度 然後這兩個之間的動能差異 就是它損失掉的能量 就是它那些動能跑去變成熱能了 回不來了 了解了這一點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題目 范例6 這個就是衝擊版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動畫 有一顆子彈要射進這個木頭 這個木頭的質量叫大M 子彈叫小M 子彈入射的速度叫做V 那撞下去以後 它會變成這樣子 撞下去以後子彈就卡在裡面了 子彈就卡在裡面 子彈就卡在裡面 那卡在裡面以後 它卡在裡面以後 它就是完全非彈性碰撞 因為它沒有再分開了嘛 所以這時候就變成了 兩個物體 然後一起動 或著這樣子 這樣子好了 然後因為這裡有繩子拉住 然後因為這裡有繩子拉住 所以它就會沖上去 它就會沖上去 它就會衝上來 就會衝上來 他冲到最高点的时候速度是0 他可以冲到最高点速度是0 那这一段就叫H 从这里到这里是一个动能换位能 动能换位能 那这个部分比较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是我们这一个章节的 主要是这一个 完全非弹性碰撞 然后得到这个Vπ 然后用这个速度 你可以知道他会升多高 那所以第一步 就是子弹撞进来 所以Vπ其实就带这个公式 就是底下是总值量 然后上面是N乘上V 再去加上N乘上0 所以第一步 你可以知道他碰撞之后的速度 合体之后 速度就是 N加N分之NV 这样子 然后你再用这个速度呢 去算算算看他会飞多高 第二步 其实就只是动能换位的 那就是二分机 可是要记住 这时候是一起了 它的质量变成这样子 质量不是只有N或N 质量变成这样 一起上去 一起上去的 所以这边它的质量是这样子 然后这乘上Vπ的平方 这就是动能 动能 动能 换重力未能 NGH 那记得N也是 这时候是总值量 它一起上去的 那它G 然后H 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这个N是消掉 那事实上你把它乘过来 它其实就是 等加速度运动的第三条公式 其实如果各位前面的物理比较熟悉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你的速度 就会决定你飞多高了 跟你的质量没有关系 就跟我们前面说 你是轻的或重的物体 同时掉落 它落地的速度一样 所以反过来说 不管你是重的物体 还是轻的物体 只要速度一样 你可以到的高度都一样 所以其实跟质量没有关系 那这样就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来判断了 所以A选项 碰撞前后的 水平方向的动量守恒 对 因为碰撞前后 在水平方向不受外力 可是牵直方向 有受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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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A是对的 写在哪里 写在这好的 然后B选项 然后B选项 碰撞前后 总动能守恒吗? 既然它是完全非弹性碰撞 那总动能就不会守恒 既然它是非弹性的 就不是守恒 因为它是非弹性 它没有弹开 它卡在里面了 C选项 碰撞前后总能量守恒 然后珠 碰撞前后瞬间 碰撞后的瞬间 碰撞后的瞬间 合体的速度是这个 对 合体的速度是这个 对 合体的速度是这个 那B选项 这个H H H是多少? H 就会是2G分之Vπ的平方 所以不是2G分之V平方 那你这里就可以知道E是错的 不过到底是多少? Vπ要把这整个带进来 这整个就是Vπ 把Vπ带进来 它会是这样子 然后乘上那个的平方 其实是会这样子 所以E选项是错的 因为已经打中了 所以各位就可以 写下你的姓名 如果你还没有签到的话 写下你的姓名 那已经有签到 就可以离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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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